立法會晚上表決是否將大浪西灣的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未講結果之前先講一下甚麼是不包括土地 即是郊野公園裏或郊野公園隔離 未定土地用途的官地或私人地 全港現在有77幅 政府今次提出的修訂是一次過將其中三幅 包括大浪西灣、園敦和金山都是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其中在大浪西灣因為涉及西灣村多福的私人用地 身兼鄉議局主席的立法會議員劉王法提出廢除令 要求將大浪西灣剔除 不過劉王法這個申請最終都是不和通過 近簽名來自多個亨市委員會的村民和原居民關注組 中午去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 保育團體就在朝早集會支持政府 今次的議案涉及大浪西灣的不包括土地 即是在郊野公園附近 未定用途的官地和西灣村 應不應該納入郊野公園 提出廢除令的劉王法認為 將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等同充公私人業權 原來的土地使用將受到嚴格的管制 熱權人申請建屋或其他經濟活動 駁批的機會是近乎零的 熱權人想把土地轉讓也難以有人問津 事實上熱權人已經輪迴名義上 擁有居等土地 建制派支持劉王法 當局收地建公路都會向影響的人補錢 如今撥地作郊野公園反而就沒有 當局知道數夠票就充以不民 自知不理 繼續拿出來立法會要求通過 這個實在是大石窄死蟹 泛民就支持政府 在香港不分市區和鄉郊 所有土地的發展 都是受到周邊環境因素的限制 市民你猜看不到是有些村民出賣了他們手上的所謂不包括土地 就搞到連郊野公園那些工地都受到破壞 就好像這裡那樣 誰是始作勇者呢 社民連家梁國雄認為兩邊都不值得幫 表明投棄權票 人民力量雖然不贊成廢除令 但是批評郊野公園部分的條例 對現在在範圍裡住的村民苛刻 在村裡玩遙控飛機和遙控車也都要全面禁止 是完全不合理的 政府重申將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 並沒有剝奪村民現有的權益 我們再次聲明 絕對沒有強搶民產這一回事 當地的居民如果有些需要增建一些小型屋羽 或者丁屋 立入郊野公園之後 也都能夠容許這方面的申請 結果劉王法的廢除令 在功能組別和分區直選點票都不獲通過 劉王法提出的廢除令未獲通過 大浪西灣連同金山和元敦三幅不包括的土地 將於今個月的30號正式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 不過有西灣村的村民已經表明會提出司法覆核 並且已經成功申請了法援 謝謝